而移民署宜蘭收容所則是傳出 有收容人鬥毆 甚至與介護人員 發生衝突的事件 在上個星期 這間收容所不僅發生 越南收容人打傷穆斯林這個收容人的事件 甚至還有超過三十位的收容人 突破警戒區 並且與介護人員發生了衝突 而事件發生之後 索方的作為引起基層人員的不滿 認為索方不僅沒有這個 將收容人法辦又或者是懲處 還擔心事件曝光 安排收容人遣送回國 讓基層人員是難以接受 希望移民署高層能夠徹查 四月二十六號移民署宜蘭收容所 爆出收容人群起鼓噪 要離開收容所以及鬥毆的事件 而索方處理態度疑似想息事寧人 引發所內員工議論紛紛 時間到回到四月下旬 宜蘭收容所發生了兩起事件 一起是在四月二十四號 一名越南收容人打傷了同起室的穆斯林收容人 理由是他嫌對方在房內禱告打擾到他的睡眠 事發後索方趕緊將穆斯林收容人送一擊救 另一起則發生在四月二十六號三十多位收容人到大門鼓噪要離開 他們趁著中午去廚房抬菜時打開五六間收容區的門 大批的收容人得到解放瞬間衝出設防 奔向收容所大門大鬧一番 不僅超越警戒區與介護人員發生衝突 還不停挑釁甚至搶走警棍 起因據稱是索方保外決策反覆 讓收容人心聲不滿 對此移民署回應 在收容上收容人會覺得說我沒有辦法期待哪一天可以回國 因此情緒會比較不平穩 然而事件平息後卻又傳出索方態度讓基層不滿 上面的話就是說這個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隨便處理 收容所方被爆料後續沒有將收容人法辦或懲處 反而要雙方儘快和解 害怕事件曝光安排收容人前送回國 這種大事化小的做法讓基層員工難以接受 希望移民署高層能夠徹查 華爾新聞張正會徐一環黃冠傑也來報導